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伦凯勒的故事 海伦凯勒他本来是一个健康的小朋友 后来得一场大病之后 眼睛变得看不见 也听不到 也没办法说话了 生活顿时进入了无声的黑暗 还好他后来碰到一个很厉害的老师 教他一个很棒的方法 就是把手指头放在别人的脸上 去感受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舌头的振动跟嘴唇细微的变化 经过几千次的模仿练习之后 耶 他终于学会说话了呢 所以当海伦凯勒长大之后 他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他这样的人 而在全世界成立了很多的盲人学校 希望透过教育来扭转他们的人生 成为了一个很棒的教育家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 也跟海伦凯勒一样 他是一个帮穷人办学校的残疾人士 就让我们去中国河南找马文仲吧 一杯梅 肉每天烧 20斤 10天烧完 我可以提前几天烧完 我可以提前几天烧完 其实在最痛苦的时候 我也想到过 想到过死 想到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想看他这样装搭着 二十五 现在看点啊 花了二十五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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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来我觉得这个人活着 因为我自己活着 哪怕我的生命 短弱流星 我也要像流星那样 放出瞬间的光明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播音员马可轩 我是播音员安家瑶 每次漫步在我们的校园里 都有这样感觉气派的教室 光阔的美丽的校园 新的学期 升上四年级的安家瑶 被选为全校广播的播音员 他的声音响录了 黄河滩上的故乡 马野庄 马野庄是中国河南省的一个小农村 夏天种玉米 冬天种小麦 村民们也种棉花 自己缝制棉袄 棉被 抵御冬季零下低温的风雪 生活虽不是大富大贵 倒也自给自足 马野庄 马野庄 慈祭希望小学 虽然是所农村里的学校 但是不管教室 或办公室的硬体设备 都已经电子化 十分的先进 咱们现在是 每个教室的多媒体 已经配置到位了 对孩子们上课情况 方便我们的教学 各方面都还不错 上一集配的是每个老师 一台电脑 有变于我们的教学的 各方面的备科 查资料 这一点也已经配置到位了 建校15年以来 马野庄小学 除了是在地学生的首选 就连邻近村庄的家长 也乐于将孩子送来就读 这个学校现在覆盖了 大概就是有四个村庄 这四个村庄的学生 现在就是241个学生 在这个苗儿镇里面 算是一个偏大一点的学生 现在基本上这个学校 都是正式的 没有代表老师 语文数学 英语的老师 配得起来 商城除术加语入 就等于被除术 这一支这几个 你的关系事会了 把这个算式说一下 商事46 除术是11 学生的成绩的方面 从一二年开始 一直的成绩往前提了很多 在传校里面 就是前五名的学校里面 一般都是这些 同样是马野庄土生土长的 马兴正校长 小时候可就没安家瑶这么幸福了 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变化大了 这以前没有这路 都是能土路 30年前的马野庄 没有小学 幸好有一位当地人 在家开设学堂 让马校长有书可念 校长您是几年来这边念的 我说94年 94年 94年是给这儿上了 95年毕业走了回初中 这都是我老教室 这个做什么记住了 哪记住了 像第一 就是一起门 就是这门这一派 第一次拍 第一次拍京东门 那个位置就是我坐的位置 Corena 然后是6个馆头 这是马文仲 1986年独立在家里 办了间希望学校 身有残疾的他 以口带手 以木板代替课桌椅 传授知识给马野庄的孩子 马文仲从高中起 从下肢开始见至全身 瘫软无力 医院说他们就是 这个自己形成肌营养不良症 这个病在世界上 还有没有关系的治疗 他的医官要是甲肥大型的 一般到20岁以前就会死亡 其实在最痛苦的时候 我也想到过 想到过死 想到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后来我觉得 这个人活着 并不是为自己活着 这位还有好多人 他不希望死 尽管站不起来 什么体力劳动都不能干 但我想 实际上还有正常的器官 大脑 眼睛 耳朵 谁还会说话 就算利用这些正常的器官 去干一些事情 也不忘 来这个世界上一会儿 偶然间看到村里的孩子 因为没念书 到处游荡声势 马文仲兴起 将他们带到家里念书的念头 因为初中生学率很低 一般的学生都考不上 再一个呢 有个家庭的原因 家庭贫困 有的是家长呢 认为孩子上学没什么用 那这么多孩子 在十一岁 就没地方上学了 那我把他们请在家里 家人协助马文仲 挖土造砖 盖了希望书屋 此外 还有一位湖南省的老师 胡庆裕 被他办学的用心打动 远从千里外 前来协助他 胡老师 后来成为马文仲的妻子 下雨的时候就要把他背过来 下雨的时候不能退轮椅了 这些都是你 都是你 对 下雨的时候他都背了我过来 一天烧一个二十斤 两天呢 四十二斤 是不是两个二十斤呢 那三天呢 六十六年 我刚过那一会儿 看到他教学的环节 就可以说 这个我的感觉就好像学生们 都是在垃圾场里面上课一样 刻苦半学 风雨无阻 第一年的八个学生 就有六个考上初中 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 进到希望学校就读 我写了一首诗 那时一直 激励着我 一直鼓励着我 走到今天 我的人生 那怕 我的生命短弱流星 我也要像流星那样 放出瞬间的光明 那怕 我鸟小子 如一滴青鹿 我也要 像青鹿那样 璀璨均有 我希望 那时的长河中 能有我荡气的 一泉涟雨 古老的大地上 能有我留下的 一串足迹 这样我才会含下力气 这首名为 《我的人生的事》 不只是鼓励了马文仲 面对肌肉 日渐萎缩的障碍 还感动了他的老婆 古庆域老师 其实他们两位 一开始 是透过杂志社办的活动 而成为比友 但是 当第一次 古庆域老师 去找马文仲的时候 马文仲 自卑地都讲不出话来 但是你们知道吗 古庆域老师 并没有因为这样 而看不起他 还嫁给他 变成了他的老婆 一起为办学而努力 不过张爸爸觉得很奇怪 本来 在家里面办的希望学校 怎么会变成希望小学呢 第三号 全国小学生广播提高 希望风帆 现在开始 每天上午十点 是马野庄小学做操的时间 马野庄纬度高 冬天气温经常在零度以下 必须动一动身体 才能抵御严寒 两个完全 上课吧 上课时 同学们也都穿着厚外套 教室里还要烧蜂窝梅 驱除寒意 有时天降大雪 还会被迫停课 大雪的时候 就当天下雪 就停一停课 老师给家长发信息 说家长带那个 什么铁锹啊什么 到学要帮助老师 打扫鸡血 确实也来了不少家长 作为老师 我们挺幸运的 也挺感谢这些家长的 对马野庄村民而言 马野庄小学 不只是一所传递知识的学校 更是一个善念凝聚之处 15年前 能在穷乡僻壤中见校 也是马文仲在家办学 衍生而来的功劳 马文仲办学 获得村民的信赖 最多时有一百多位孩子 在西望学校念书 但是他的身体 一天天恶化 实在难以附和 这是大儿子住在这个屋里 找人大人去比较 这里呢 文仲在哪里 文仲在那头 你是马文仲的爸爸是吗 是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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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辛苦 来到这儿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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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供孩子 更好的学习环境 马文仲提笔写信 向慈济基金会求援 这一半学生多少人呢 85年开始办学的吧 85年开始办学的 开始一个 然后这一年 半年之后就有八个 这八个就送给他一年 送一年之后 然后第二年就是七十多个 一年考栅 对 八个就考上六个中学 六个是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在当时他办学的时候 学生生学率只有30%的 所以就像他考上中学的 有考上中学的 一下子八个就考上六个 那就是生学率是相当高的 对对 所以就是带到群中的信任 15年了吧 每天很少出门 因为活动不方便 就是生活在这教室里 跟小院这里 我中间一天呢 都坐在那灯上 坐整整一天 因为坐了我受不了 那你上厕所也不办 那就不上厕所 一天都不上厕所 因为我自己的身体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我吃饭就 注意了 少喝一些水 西方就这两个 马文仲对教育的付出 和身体的状况成反比 加上当地孩子就学的需求 此季决定筹募资金 协助圆建小学 很漂亮 很漂亮 这是幼儿园 来来来 这一栋是新的 这一栋是新的 对 我们都很满意 对啊 这就是我做了 我就要把它做好了 对 对 好 好 好 再等一下 等一下 好 要来这个学校 一直要把慈激的爱 一直在这边延续 所以不管用什么形式来访 总是慈激的爱 不会在马眼庄断掉的 马眼庄希望慈激小学 落成的喜悦 今天的天气真好 风和日地 阳光土照 就像我们的 马文仲老师一样 他一生一心的奉献教学 母亲一老师也是一样 他坚持着 他人生价值的理想 依然决然地离开他的家乡 用他的一生 陪伴着 协助着我们马老师 这所学校的诞生 将为我们这四百多年小学生 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 希望小学在风雨中飘飘摇摇地 度过这十五个春秋 今天终于拥有一个安稳的家 和基金会的师兄 师姐妹 产以崇高的敬意 和中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马野庄小学 占地290亭 最多能容纳500多位学生 马文仲 辛西孩子们求学的重担 终于能够卸下 这么多年呢 我们一直在非常地狭小 比较阴暗的屋子里教学 今天终于关出去了 你看到那么亮堂的教室 那么开阔的旁边 心里就感到很亮堂了 心里都很亮堂了 心里都很亮堂了 所以我心里正常开朗起来 郭老师咱们唱一首 咱们唱歌 唱歌 今天你有趣远行 真是风雨浓 山高水长路不平 愿你多巴好钟 既待那年初相识 也爱在风雨中 风浪 雨浪 请给浪 祝你早成功 马文仲把握时间 将自己的生命历程 一件一件敲写成书 最终在2008年 无悔走完这一生 这里面的这一些东西 其实都是在我们教学中间 我们写了一些心得 写了一些日记 为什么将站起来了 从我认识马文仲的第一天 因为现在有人问我 马文仲身体有多高 我不知道 马文仲自己呢 也希望 他的这一生是站着走过来的 所以就叫站起 虽然想站着走过来的心愿 无法达成 但是马文仲作与英才 在他过世后陆续开花结果 希望学校收了近1400名学生 20多位考上大学 现在马野庄小学校长 幼儿园园长都是他的学生 韩清霞 现在是咱们幼儿园的园长 那个时候她是住在她外婆家 她外婆也不是这个村子 她是在宁村的 然后她在这里上学 这次教育 幼儿园做这么好 小学教育做这么好 所以我现在心里很踏实很踏实 我想可能 马文仲现在她心里也踏实了 对 下课时间到了 老师 你们辛苦了 新学期刚接任校长的马兴正 十分平易近人 为了把时间留给学生 她自己一个人住在村里 太太和小孩都住在县城 我觉得孩子教育 应该是把养成教育 放到第一位 这学期就是做了两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的就是说 从这个宣传展上 对孩子的这个行为随惯 养成教育这方面入手 再一个就是校园广播 孩子的这个感恩教育啊 还有这个行为礼仪啊 还有这个行为礼仪啊 根本有学生值得这个感恩 去带走一片笑容 永远以我们同学 文明之美 第一日之美 当学时家长们骑着电动车进到校园 准备接孩子回家 此时就是安家瑶和同学的最佳广播时间 亲爱的老师 同学们 大家好 在我们的校园里还有一种内在的美 不仔细观察 不用心体会 你是很难发现的 古人说不学礼 无以利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 不学会礼仪又怎能在社会上立足呢 你说是吗 我都觉得教育孩子的时候 首先是教育家长 必须把家长的思想往上提合成次 然后它才能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校长说 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工作 日积月累 内化到每个人的心中 身为播音员的安家瑶又有什么体会呢 感恩的我记住一句话 老师和父母为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滴水 而是一片汪洋大海 现在只有好好学习才可以 将来回报父母和老师 今天的节目到处结束 再见 希望小学落成之后 每一科都有专业的老师来教 古青老师只要负责思想品的这一科就可以了 终于不用每件事情都得自己来咯 不过它可是没有闲着呢 它号召了蚂蚁庄里面的婆婆妈妈 他们可厉害咯 准备了很多的物资跟生活用品 需要去帮助这些穷苦的人们跟老先生 让他们能够度过生活上的难关了 虽然马文仲老师已经去世了 但张爸爸相信 他们做的点点滴滴 都会让蚂蚁庄的人们觉得很温暖呢 这一弯弯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守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